第十三單元 父子之間要有恩情 夫妻之間應該互相尊重體諒和睦相處 兄弟姊妹之間應符合長幼之理 朋友相處則應該誠實互信 君王應理嫌臣下 而臣子對君王也自然會忠心不二 這十條一理 每一個人都要遵守奉行 汉朝時有一位赵孝 他與弟弟在面對生死關頭時 互相有愛的程度 甚至感動殺人不眨眼的強盜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故事吧 漢朝末年 宜丘山發生了嚴重的饑荒 糧食短缺 人們生活非常困苦 有一對叫做趙孝趙禮的小兄弟 自從父母離世後 兩人便相依為命 弟弟你快吃吧 哥哥你也吃 不了我剛剛已經吃了 你這麼瘦 要多吃一點才好 快逃啊 強盜來了 快逃啊 強盜已經來到遺秋山了 弟弟趕快趕快 我們也快逃 快逃啊 強盜來了 由於逃難的人群眾多 不一會兒 趙孝兄弟倆就被人群沖散 趙禮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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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逃到山谷隱蔽的地方 才停下來休息 心急如焚的趙孝 卻一刻也不敢歇息 趙禮 趙禮 你看到我弟弟趙禮了嗎 趙禮 趙禮 大嬸 你看到我弟弟趙禮了嗎 什麼 孩子 是不是這麼大 瘦瘦的 穿著 穿著個藍色的衣服 是啊是啊 大嬸你看到他了嗎 他在哪裡啊 孩子 你別去找了 被 被他們抓走了 什麼 孩子 你可別去找了 那把強肥 可是連人肉都吃的 那會沒命的 不行 我要去救他 別去 孩子 快回來 趙孝滿腦子 都是急著想救回弟弟 卻完全不顧自己的安危 一路上問到了強盜的蹤跡 就飛快地追趕了過去 如果弟弟有了三長兩短 我怎麼對得起死去的爹娘啊 我怎麼活下去啊 弟弟啊 果真 這幫強盜搶不到什麼東西 便開始生火 準備把抓來的趙梨煮來吃 這時 老遠看到趙孝急速地衝到強盜頭子的跟前 今天可以吃得痛快了 竟然有人自動放上門來 嘿嘿 是啊 火升大點 嘿嘿嘿 大王 大王 求求你放了我弟弟 你說什麼 放了他 那我們吃啥 我弟弟那麼瘦沒有肉 身體又有病 不好吃啊 我 我身上的肉多 可以吃我呀 哥哥 不行 是他們抓到我的 這是我的命 應該吃我才對 大王吃我 我身上的肉多 放了我弟弟吧 不行不行 大王 是你們抓到我的 就吃我吧 請讓我哥哥走 兄弟兩人 就這樣 你一句我一句 爭死相救 趙孝抱著弟弟 两人大哭了起來 放過我弟弟吧 人間竟然還有手足群眾 舍身相救的兄弟啊 罢了 把他們通通放了吧 就這樣 趙孝從強盜手中救回了弟弟 兄弟的情深意重 舍身相救 不久就傳到皇帝耳中 皇帝得知此事後 于是下趙叔 封了趙孝 趙里兄弟兩人官職 也把他們以德感化 强盜的善行 昭告於天下 豬 身體